母子戀 反正我外表不像就好了 什麼基站 哪有基站 有一個平衡嗎 佳金文被基母子戀回擊 脫的是內褲 修穿該兵有保養 最喜歡哪一機跟最不喜歡哪一機 有你的內衣 標準答案 那最不喜歡哪一機 沒有不喜歡 佳金文在影集 此時此刻終於洩露曾經華上演 辦公室Play 尤其這一幕 脫刀只剩小酷酷 怎麼了嗎 你們搭洗澡不用那個 還好吧 他們挑好給我穿 這個有他們服務就好了 就要先保養 平常都有在保養 所以那天在拍辦公室基站的時候 什麼基站 哪有基站 不是很平衡嗎 害羞的 不會害羞啦 只是比較替 曾經華想說 他會不會緊張 這好像是第一次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耶 我本來蠻緊張的 但看到他比我緊張 我就不緊張了 因為他一直很怕 他會讓我不舒服 所以他會很緊繃 那我後來就比較主動 跟他講說 其實你越放鬆 我們拍得越快 就不會好多次這樣 就跟他說 啞一咬就夠了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 劇中有那個 就是 被說在跟電話母子戀 不是他女朋友 又是他媽吧 母子戀 反正我外表不像就好了 但年齡確實 如果真的是 差個24歲 確實 我都可以生的出來了 這個是事實啊 小溪也在同步劇章 與康然上演大尺度情遇系 會不會也想挑戰 小溪雙出軌的橋段呢 我自己那一集的辦公室 對我來講尺度已經算大了 如果再晉級到小S那個 我不知道耶 我現在不太想 妳知道妳是姐的那個很舒服 蛤 很舒服 她舒服我就舒服 她看起來就蠻舒服的 不行了 我辛苦了 可能如果接到小溪那種 你需要考慮 考慮男主角 哦 不是我找錯了 我跟康然不是有在 媽別鬧的裡面也有 他寫得有更好 就這兩個比呢 哪兩個 康然跟那個 就各有各的好 哦 S姐好像採用妳蠻多意見的 就是班主外 對她很 她很可愛 她真的在接之前跟我通話 接之後又通話 然後在記者會要播的時候 她會打電話給我 她就很害怕 很怕大家看完會 因為她一直有壓力 覺得我們都是演員 然後她不是 然後我說她真的很棒 我是跟她講說 妳已經進自己的 那個 最好的一個狀態在裡面 我覺得就夠了 她打妳夠 姐妹 對 妳有來 喂 歡迎 對 她有時候會 對 她半夜打 十二清醒 十二開始 二零二三 五百趴 反轉日常 質感共創 Let's Turn Over 有音樂嗨翻台的 101 十二月一號 告五人 Ozone 雪翔 Angie 安基 陳優 十二月二號 八三腰 血肉果汁機 Feed 許富凱 黃偉晶 何美 同理 雙上榮 李廷漢 泛泛 范婷 林一星 Phoenix 呂之玉 十二月三號 威力安 艾姨良 小樂 吳思賢 阿布斯 UNUS 格西瓦 柔米 李嘉歡 林一元 二零一讚 五百趴 音樂美食快隊 直感橋流 十二月一號到三號 台北101水舞廣場 Let's Turn Over